在生物漫长的演化史中 有许多物种应不适应环境变化而灭绝 想象一下如果它们重新出现会发生什么呢 嗨科普啦 闪电哥今天带来如果以灭绝动物重新出现 会带来什么连缩反应呢 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不变的 就比如物种的演化总是优胜劣汰 但是也有一些物种完全是遭受了无望之灾 比如毛里求斯岛的嘟嘟鸟 那么如果某些已经灭绝的物种重新出现呢 伴随着科技时代的不断进步 人类凭借遗留下来的物种DNA 复活早已灭绝的生物 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假设 它正在逐渐现实化 而让已经灭绝的物种重回现实世界 这一过程被人们称为反灭绝 也许你会觉得这听起来很玄幻 没错 它曾经是科幻小说的桥段 但是如今却在渐渐成为现实 不过并不是所有已经灭绝的物种 都能拥有这份幸运 比如曾称霸地球的恐龙 因为每个物种的DNA 都有一定的年限 一旦超出这个时间 反灭绝过程将失去作用 换句话说 如果某个物种足够年轻 并且遗留下了可以读取的DNA 那么它就有可能通过科学家的基因组编解 重新被制造出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复活灭绝物种 那就是将它们的DNA 与目前最接近的动物亲戚融合 在科学家看来 最可能复活的物种就是猛马像 在3600年前 小型猛马像种群还存在 但是随着人类的进化 一开始还能和猛马像和平共处的人们 突然开始大肆捕杀它们 皮毛做成抵御寒冷的衣服 最终间接导致了这一物种的灭绝 而最有可能复活猛马像的一种可行方法 是将它的DNA与大象的DNA相融合 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一新的物种可能会慢慢变成大型猛马像 从而实现复活猛马像的目标 但是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 如果这一技术可以成熟运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所有能够复活的物种 比如巨型短脸熊 无毛狗 毛里求斯的嘟嘟鸟等 都能重新出现 那该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复活原始人 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因为它们无法在当今社会生存 随着社会的演化 人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受我们的饮食结构 细菌 疾病的影响 原始人不会持续存在很长时间 而这种情况 同样会发生在我们将要复活的 其他物种身上 虽然从理论上讲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也许能适应现实世界 但是将物种重新复活 真的有必要吗 相反的 这一行为还具有巨大的风险 和不可预测性 因此要保护物种 最好的办法 就是珍惜现有物种 而不是等到它们灭绝后 才追悔莫及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